为了了解莱猪进口后 是否会影响市场猪肉摊商的生意 6号的上午 华联市长魏嘉贤 世代会副主席李政伟 以及多位代表们 特别前往华联市的重庆市场来关心 而市场内有贩售肉品的摊商 都有张贴台湾猪证明的标章 甚至有摊商自己买快筛的试剂 将检测的结果摆放在摊位上 让消费者买得更安心 为了因应美国莱猪开放进口 中央与地方政府也推出 台湾猪进口猪的标签贴纸 就是希望消费者在购买时 能够清楚看见买得安心 而为了了解莱猪进口后 市场猪肉摊商生意 市长魏嘉贤 市代表副主席李政伟 以及多位代表们6号上午 特别前往重庆市场 关心摊商标识以及贩售的情形 关心我们重庆市场 所有卖猪肉的摊商 也鼓励我们摊商 尽量来使用我们的台湾猪 让我们的台湾猪 能持续的热卖 也不要因为有来际的关系 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也期盼我们代表会 也会更努力的来 注重我们花莲市 广大市民的食安问题 在花莲的我们几个市场里面 其实都因应代表会的一个要求 那其实针对我们所有的 卖猪肉相关的一个摊商 老板跟老板娘都要求他们要张贴 相关政府认证的一个标章 那我们也是配合中央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民众 在采买的过程里面 可以明白了解到 自己采买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 那我们更希望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到市场安心的采买 美国莱猪从去年宣布开放进口到元旦开始进口 吵得沸沸扬扬 不过传统市场内并未受到影响 反而业绩逆势成长 但为了保障消费者更安心 甚至有摊商自己买快筛四季 将检测结果摆放在摊位 让消费者买得更安心 我们现在生意反而是更好的 因为让大家知道说 进口桌就是有来的问题 那我们在地的花莲族是绝对没有保证没有的 所以我们以目前来讲的话 生意反而是更好的 很多个人在反应 我想说 很快筛 客栽就直接可以知道 马上知道结果 如果已经送业的话 可能要等一个礼拜 那这个判读是怎样 对 如果就一条线 另外就是他这边有解释 如果丢一条线 他有解释 一条线的话 就是保证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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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送路地板 对 顾客这样看到你这样子 都觉得安心 对 都很安心 对安心购买 另外是公所也会在公有零售市场 每个月会不定时抽查摊商肉品 来确保消费者时的安心 安心采买在花园 记者刘明胜 华联市采访报道